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岳府与古诗的起源 体制 题材与价值 最后要能够区别汉代的诗歌双趴 认识岳府诗的起源 体制 题材与价值 在认识岳府诗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岳府诗的起源 岳府与古诗的源头都从诗经储词而来 演变到汉 因作者 内容的不同而分流为岳府诗 古诗 接着我们就要来认识这两种诗体 我们先看到岳府诗 岳府呢 源是官树的名称 秦朝就有类似的机构 班固汉书提到了 智武帝 乃立岳府 采诗夜诵 岳府官除了要为文人 师父图曲 训练 乐园 担任演奏之外 还采集明歌岳府 后来岳府演变为一种诗体 包含了明歌岳府与文人岳府 同学没有觉得很奇怪呢 岳府官为何要采集明歌岳府 到底岳府诗有什么功能呢 我们就来往后面看到 班固说了 汉武帝立岳府 采集歌诗 岳府是敢于哀乐 源世而发 可以抒发人民心情记录发生的事件 所以呢 他就附有叙事写实的传统 那正因为岳府能够抒发百姓心情 因此官方可以借着采诗来观风俗之后博 可以观察社会民俗知晓民生好坏 此外 岳府诗均配乐歌唱 如此还可以丰富宫廷生活 娱乐帝王 那知道岳府诗的功能后呢 我们就要来简单的认识岳府诗的体制 首先 作者来自民间 因为岳府诗本就是民间歌谣 由岳府官寿命采集 除了民间创作之外呢 还有一些文人啊 乐师也会仿作 因此岳府的作者分布横跨了上层与民间 那在题目中呢 他常会有固定的字 例如呢 歌 子叶歌 行 东门行 曲 影 影 这类的 所以我们有题目就可以看出来 岳府诗他富有丰富的音乐性 岳府诗 格律 自由 字数 巨数 凭借 对账 押韵都没有特别限制 特色是 中写时叙事 民间作者创作的内容往往是个人日常生活的经验与感受 截取生活的某一切面 以人物发言或对话来叙述故事情节 至于第二个 入岳可歌的特色 因为岳府诗本来就是民间歌谣 当然可以和岳歌唱 接着 以几个作品来讲岳府诗的主要题材 第一个是 征战姚役之苦 皇帝开疆拓土 巩固政权 对百姓来说只是无尽的苦难 我们看到 野死量不葬 腐肉安能去子桃 这里描述的场景就是 士兵战死后横尸遍野的景象 朝行出宫 暮不夜归 不归的原因可能是在外战死或忙于战事 这首诗流露出对阵亡忠诚将士的同情与哀悼 是一首典型的反战诗 第二 百姓困苦之哀 由东门行可以看到 先生眼见暗中无米架上无依 挨恶受冻的日子 逼得他决定拔剑出东门 走上反抗的道路 诗歌只截取一个生活片段 透过人物对话带出叙事情节 把百姓受压迫剥削的悲愤展现在读者面前 同学有看过《悲惨世界》的话 一定有听过这一首歌 歌词里面提到 你有听到人民在唱一首悲愤的歌吗 你愿意孤注一职 使我们的诉求得到伸张吗 这首歌都跟东门行一样写上百姓被逼上反抗的道路 第三 爱情婚姻之思 第一则 上爷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狂热的爱 女子对天发誓 直言其对男子的爱情 执着与坚决 第二则 有所思 表达情郎变心前后女子的经验感受 从情人变心前 女子的有所思 还准备了定情物 双珠带媚簪 一听到情人变心 文君有他心 很愤怒 很激动的将定情物破坏 表示对爱情结束的坚定 我们可以看到 在爱情中受挫女子的情怀表录 四 生命无常之悲 第一则 泄露 泄就是蒜头 看到泄上露水蒸发后 明天还是会有 那人死后何时会归来呢 第二则 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曹操的短歌行 譬如朝露 去日苦多 人生好比早晨的露水 苦于过去的日子太多了 曹操在感叹时光意识 而工业无成 因此想要在有限的人生当中呢 效法周公 广纳人才 建功立业 最后 我们来看到岳辅诗的艺术成就 岳辅诗敢于哀乐 源世而发 因此能够真实的反映社会实况 百姓新生 这就是继承了诗经的写实传统 而岳辅诗多截取生活片段 透过人物对话 主角自言来叙事 使得叙事诗渐渐的发展趋向成熟 接着 岳辅诗突破诗经四言正体 往后呢 就向整齐的五言诗发展 最后 岳辅诗的艺术表现手法 影响了后世的作家 像是写实性 叙事性 或者是音乐性 接着我们要来认识古诗的起源体制 题材与价值 古诗由岳辅五言化发展而来 而现存最早的五言古诗呢 是班固的永史诗 内容描述提音旧父的情节 班固只是叙述故事的原委 永史以叙事 所以诗品评为植木无文 意思是 文字直谱没有特意修饰 班固的永史诗 就影响到后世 届时永怀的作品 七言古诗之主 则是曹丕的 阉歌行 内容叙述 师父想念远游在外的丈夫 曹丕以女子的口吻代言 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反串文 是一首归院诗 影响后世常以女子口吻 代言或者以季节来暗示 心理的归院作品 古诗简介 古诗又称古风 作者有别于岳府诗多民间歌谣 古诗多文人创作 字数呢 五七言居多 句数评词对账用运 都没有严格的限制 特色是有浓厚的抒情性 以及不入月可送 古诗十九首是东汉末年五言诗的最高成就 他反映时代动荡以及人对于生命的感叹 沈德前在《说诗最语》中提到 古诗十九首非一时一地一人之作 而内容有四种主要题材 以下我们就以沈德前的分类来一一举作品观赏 第一个 竹城七七 星星冲星星 在岳府诗的影片里面有介绍这一首诗 同学可以去观赏 星星冲星星的影片 第二 明月和角角 他写的是在月光流转 时光流逝中 主角感到孤疾徘徊 赌月怀人的忧伤 因为诗中主角身份不明 有人认为是私部 有人认为是游子 也有人认为是竹城 有时一首诗到底是私父之词 或游子之词 或朋友阔绝之词 或竹城之词 很难清楚地划清界线 但是他诗中流露的离情别怨 相思孤寂的情感是一致的 第二 朋友阔绝 明月角夜光 他的内容是在写 诗人在深秋季节看见悟患心疑 时序转变而产生 不念稀守好 气我如遗迹 朋友相交却无法有忠 事态炎凉的悲叹 第三 游子他乡 刻从远方来 以私父收到远方寄来的物品发端 然后写私父对游子寄来的物品 有多么的珍重 这首诗以空间距离的遥远 相去万语里 故人心善耳 来抒发离情相思之苦 四 死身心固 回车架掩埋 这些仕途失忆的苦闷文人 在时光流逝中 省私个人的生存意义与价值 他们惊讶地发现 生命实在太短促了 掩护随物化 而在这短暂的人生中 便有了不同的生命态度 有人选择及时行乐 享受这个短暂的人生 有人就追求人间的荣民富贵 就像这首诗里面提到的 荣民以为宝 他们决定 对生命的态度 是要抓紧时间来建功立业 最后 我们来看到古诗的艺术成就 诗人用心心的五颜流调 抒发个人的情感 沉寂中国诗歌 炎至永怀的传统 而五颜诗的创立 使得文人从传统的四颜 朝五颜前进 更开创后来的七颜 在文字创作方面 多了自由 也有了不同的韵律表现 古诗从炼字造句 引用典故的情况来看 是属于文人有意识的创作 与乐斧诗那样 即兴而出不同 区别汉代诗歌双趴 乐斧与古诗 我们最后就用一张简单的表格 统整乐斧与古诗 乐斧诗的作者多为民间创作 而古诗呢为文人所作 乐斧诗是民间歌谣 因此入月可歌 而古诗则不可入月可颂 乐斧诗的句是自由多长短句 古诗的句是整齐 多五言七言 乐斧与古诗的格律都很自由 没有什么限制 最明显的不同 就在乐斧诗是以叙事为主 风格朴实有力 坦率的流露情感 而古诗以抒情为主 风格温婉 多含蓄之言 乐斧诗与古诗是汉代诗歌的文学双趴 各支影片介绍 这些呢是乐斧与古诗的各支影片 同学要记得接续观看哦 重点回顾 乐斧诗 他传承了诗经的写实传统 以叙事为主 反映平民社会的生活与情绪 古诗的出现标志着文人五七言诗的成熟 沉寂中国诗歌 颜至永怀的传统 最后 乐斧与古诗是汉代诗歌文学双趴 我们这支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同学记得点下一集哦 拜拜 拜拜 拜拜